嗨大家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BMW的335 代號是191 Turing Wagen的車款 這個車呢 原廠就已經306匹 所以它的馬力 原廠就已經速度306匹很大 那後面的話呢 已經裝好了 我們大概先來看一下 後面的避震器部分 那後面算是多連桿的拖一滴系統 所以它的後面的Hilokin 這個裝法是跟KW是一樣的 就是放在上置式的 然後這裡是可以調整高低 然後 鎖尼反應的部分呢 是在上次做調整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部分 335的前面 它算是 原廠還沒拆下來的 原廠算是賣滑城的 前面的避震器上座在這裡 那這一顆螺絲 其實我們都有特別注意一下 這顆螺絲要比較短 所以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上座 我們也有附上座 那避震器的形式比較短 所以它的避震器如果有等一下拆下來的時候 它避震器桶生裡面呢 原廠其實有那個有附彈滑 所以形式上呢 比較特別一點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那後面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座 我們的離載串的相對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它這個算是 來這邊看不到 來這裡算是獨立式的賣滑城 這是原廠的前置引擎 後輪驅動335 代號是190 190 191啦 代號190 191 192 都是193 長同的193 都是共用這個底盤跟引擎 那這一顆的引擎 應該是比較早期的N54 N54的話是雙車渦輪 N54引擎 原廠是輸出306P 這車礦算是很棒 這個不是美規車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歐規的 所以 原廠的話呢 一樣是306P 這是原廠的 也是原廠付的旅圈 前面的話 因為之前我也開過192 前面的話應該是254018 對 來這邊 254018 後面的話 記得這一台好像有前後配 後面是255 255 3518的規格 這個都原廠的 原廠335的規格 這個都原廠的規格 這是後面的電器已經裝好了 防塵套 我們一樣做全造式的防塵套 能夠保護整個桶針 那這個彈簧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是配置了11公斤 335的後面呢 是配置11公斤 前面的避震器還沒有裝上去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 大概配置8公斤左右 它避震器其實算是比較短 集塵做的比較短 原廠的 原廠鮮料系統 這一台原廠鮮料系統 其實就做的蠻硬朗的 那後面的話呢 Wogan的車款後面 它的 要拆一些內裝 才有辦法拆到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是在上方這裡 所以調整軟硬的部分的話呢 就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這是191的部分 這是後面 後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話 因為今天場內車子比較多 所以前面不得已 要先把它裝回原廠的輪胎上去 我們等一下呢 還有另外一部 馬五 因為今天 早上盲完了這一台 11 這台代號X6 這台X6是171 今天剛好是閉魔日 盲完了171之後呢 X6 然後這一台是191 都是差不多同一個世代 剛好兩顆引擎 這台是 一樣都是M54的引擎 兩顆都剛好是M54的引擎 加起來兩台加起來 大概快600多匹囉 原廠的 這台的話 是我們檀子 那個天賦汽車的老闆的愛車 所以 就幫忙帶回施工 這個剛好是 我們家父的好朋友 在檀子在地 做外匯車總 應該都超過三四十年以上 這個車況的話 因為老闆自己的愛車 所以車況大概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 後面的話已經裝好了 那這一個 跟原廠的差異性的話 原廠的主凝 軟硬都不能調整 那我們改裝的話 就高低 高低 從這邊做調整 軟硬的話呢 從筒心上方 我們有三十段的主凝 可以調整 這台車基本上 目前都還是全部都原廠的 所以只有做了避震器 就今天的相互 就只有做了避震器的改裝 那這一個的 後面的彈簧部分 這個 常常會遇到店家 那我就剛好有做直播分享的時候 剛好做了一些細節的介紹 這裡的話 原廠 你看那一個盤 彈簧上方來 對對對 謝謝 這個 這個上面的基座 本來啊 就放在這個上方 那這個基座呢 一定要取掉 拿下來之後 再改為我們家的 上座 那個Hiroki 這樣的密合度很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 就跟進口的一些大品牌 KW的組裝方式都是一樣 Hiroki放在上方 也比較便於 高低的調整 放在下方的話 這個支币啊 剛好都藏在裡面 所以 放在下方的話 就 這台車款的話 放在下方就比較方便調整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在上方 這一台算是 191 335 在191 因為191沒有M3 所以191的335 算是 191裡面 車系裡面 馬力座最大 原廠就300 06匹 ECU稍微寫一下的話 都大概可以到達 360匹 左右 改個一階 增壓值稍微寫一下話 因為這一台的原廠電路箱 是六速 它的承受馬力還還蠻順的 做到原廠做到大概450匹 500匹 都不用再做強化 這個是 BMW的191 今天剛好是BMW日 這裡有一台 191 3系列的 那裡有一台X6系列的 今天都剛好 安排的 預約的兩台車 都剛好是BMW的車子 這台真的算很好開啦 但是自己開了兩年 小問題有點多 電子系統還是比較多啦 電子系統 這台的新款的3系列的話 F30也差不多要改換G開頭的最新的世代了 F系列的話 據說是穩定度稍微比較高一些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防塵套呢 來這裡有排氣孔 這個都是專用的 看他可以把整個桶心照住 這個是後面的結構部分 那後面的上 他算是後面沒有上住了 只有上下加一個橡皮 那這些橡皮呢 就會沿用原廠的 沿用原廠的 那橡皮其實不太會壞 這一個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下方 原廠就有一個橡皮啊 那那個橡皮就要沿用原廠的囉 那個橡皮 彈簧下方的橡皮 就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個是 來這個是我們KT的顏色 這一個 這一個 19X系列 19X系列 就是 飛M3的話呢 它的下方的懸吊啊 其實還蠻特殊的 都是做專用規格 它有一個 插注式 要插入原廠的橡皮 跟一般的鐵套啦 或者是 模型的腳管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台車呢 都是要做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 BMW190系列 191 192 93 還有 一開頭的一系列 同一個 世代的187 182 非M系列的話呢 都是通用這個底盤 系統 所以它的335的系列 馬力比較大 所以它的盤進 前後的盤進 也都有加大 這一台是BMW的 它其實最漂亮的應該是它的屁股啊 不是我們師傅的屁股 是這台車的屁股 這台是Turing Worgan的車款 這台Turing Worgan的車款 現在192的中古車架 反倒沒有191的那麼棒 反倒是Worgan的車款會比較保值 這個就是剛剛做的上座的部分 這顆螺絲呢 很靠近原廠的這個拉桿啦 所以我們也都有特別把螺絲呢 設計成這個車種別專用 這裡呢 絕對不會有乾涉的狀況 啊阻尼調整 因為前面還沒裝好啦 阻尼調整的話呢 就會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前面的阻尼調整 191來說很方便 引擎蓋打開呢 就能在這個地方做阻尼的調整 相當的方便 這顆引擎真的算是名機啊 BMW的跨世紀的渦輪引擎車種 現在幾乎都全面都渦輪 那這台車大概0607年開始 10年前開始 算是BMW一個跨世紀的引擎 新的引擎 3000cc 增壓值雖然寫的有點保守 原廠377做306P 算是比較保守 那增壓值稍微寫一下的話 大概到360匹 甚至是改27的話 400多匹都不成問題 馬力輸出的話 相當相當的順暢很大 這個好像也有改了那個 Carbon的前下巴 這台車算是很 車庫還非常非常漂亮 旅行車就是應該有這個行李架 這邊 還有全景天窗 這台是BMW191 OK 那今天呢 等一下還要再趕工 等一下還會再直播跟大家分享 一部馬五 這也是好朋友的車 委託我們要改避震器 所以今天的 191的直播分享呢 稍微比較短一點 今天剛好是閉門日啊 今天的 BMW191 335的直播分享 大概時間比較短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趕工另外一部車 所以今天的直播分享 這台就大概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等一下繼續幫我們 觀看我們的 Mazda5安裝KT地震器 謝謝 謝謝 掰掰